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天中午老米时公布了 海格专舞也就是财业脆光的详细数据 可以看到这把武器的特点就是用极低的白纸基础攻击力 换取极高的附属性加成 暴击伤害好家伙88.2%的暴伤 这应该是五星单手剑里的最高档 武器特效是根据角色的严肃精通 提升普攻和元素战技的伤害 说实话还是很专的 武器圣机素材为金服若干 倩文的横戟若干 至今红丑若干 注意这个倩文的横戟 是须弥新北部沙漠地区中的新怪物掉落 有圣骸赤鳩 圣骸毒蝎 圣骸飞蛇 这三种 格又是新素材 大家这下可有的刷了 那作为海格的专舞 契合度方面自不必多说众所周知 海格的输出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即开翼后的普攻 啄光镜的协同攻击 以及大招伤害Q技能 不过 啄光镜和大招都是按照攻击力和元素精通计算的 普通攻击却均按攻击力计算 也就是说 这把专舞能有效弥补海格的普攻缺陷 那除海格外 这把武器还有谁能用呢 老黑第一个想到的 自然是克勤 克师傅啦 要知道 现阶段 克师傅的主流玩法 就是配合草系角色 打激化反应 此时 克勤只需要保持200到350的元素精通 就能吃到该武器的特效 可惜的是 财业脆光不加成大招 而大招伤害又是克勤的重要输出部分 在配合上还是有点小缺陷的 其次是阿贝多 在活动专舞 沉沙之纺锤绝版后 大家就只能用 黎明神剑凑合 阿老师用这把武器 主要是为了享受这个4%的暴击 加88.2%的暴击伤害 当然普通玩家还是拿神剑凑合吧 毕竟阿贝多现在的地位确实是尴尬的很 深渊出场率常年倒数 基本都没法看了 然后是零人零华两兄妹 只能说能用 但效果真的很一般 再者说了 人家各自都有自己的转武 不像上面的阿贝多 转武只有一把 还绝版了 那真是没得挑啊 所以综上所述 在翠光这把武器 在通用性方面还是比较差的 属于是海格真爱党玩家放心抽 客情阿贝多真爱玩家歪道也不亏 神里兄妹 歪道也能凑合用 至于其他角色 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 咱们有缘下期再见 拜拜